大家好,我是雷斯里 今天的视频你一定要看完,非常的硬核 相信对于你提高自己的开发客户的能力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特别是对于外贸新人朋友们 目前有很多公司就是 新人一进来,进行简单的产品培训之后 就开始让你自己看产品划册 没有人带,也没有人指导新人如何去规划自己的时间 更不用说如何去学习和掌握开发客户的技巧 去形成自己的开发的思路和流程 这样的结果往往就是导致新人觉得非常的迷茫 每天不知道干嘛 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之后都开不了几个单 然后产生非常强的一种挫败感 久而久之如果得不到改善的话 要么就被公司给干掉了 要么就自己会想换工作或者是换行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你自己很差 或者说你自己不适合做销售 而是没有掌握开发客户的系统的方法论和技巧 那么今天我就通过这个视频来和你分享 你应该如何去开发客户 我不会讲具体的操作步骤 该如何搜索该如何做 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清晰的思路和方法 你自己可以根据你的行业和产品 你公司目前的状况去选择 然后形成自己系统的打法 整个视频我会分成三大部分来讲 分别是第一点开发客户前的准备工作有哪些 第二点常见的开发客户的十大途径有哪些 第三点是如何提高你开发客户的效率 OK下面我们展开来讲 首先来看一下开发客户之前的准备工作 毛主席曾经说过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 在开发客户过程当中 这个原则仍然适用 我前面的视频也提到了一个新人常犯的错误 就是急于求成 眼高手低 一进公司没多久 就想着马上就要去干业绩 结果到Google上面狂收一番 一无所获 公司的试用期考核标准都没有了解过 结果连试用期都过不了 你想一下你什么都不懂去和别人谈生意 怎么谈 成功的几率有多少 除非正好你走狗屎运 客户想买你的公司的产品 然后被你刚好遇到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先急 做好准备工作 主要是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准备 第一个是准备好产品知识 一定要把产品知识掌握得非常扎实 对你出售的产品的性能 应用的场景 用途 能解决什么问题 参数 原材料 您配件的品牌 工艺生产的流程 成本的结构 生产的周期 付款方式 公司的销售政策 定价方法和成本核算 包装 运输 目标市场的认证的标准 还有进口的税率 出口退税的税率 产品的核心的卖点 USP 给客户的利益点是什么 相对于同行来比较的话 你有哪些优势 你都要非常清楚 更重要的是 你要把这些东西 用英语能够流略地表达出来 第二个准备是 外贸业务跟单流程要清楚 这个就很重要了 因为不管你是什么行业 出口的这套业务流程 你是必须要熟练掌握的 特别是小公司里面 可能一个业务 自己要做大部分的工作 从前期接触到成交到催电金 下生产通知单出货 商检 装柜 曝光 做全套的这门文件 合销和退税 整个流程 你如果跟下来两到三个单子 自己注意留心 去记下每个步骤需要注意什么 有哪些注意点 要有哪些文件和单据需要用到 你就会明白了 第三个准备就是 公司内部的销售流程和销售政策 要掌握清楚 每个公司都设置了自己的销售政策和流程 比如说 新客户的导入流程 订单的确定流程 利润指标 成本核算和报价审核流程 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清楚 不要因为内部的这些规矩 没搞清楚 而影响到客户的成交 比如说你答应了客户用DP 就是付款交代方式来付款 但是按照公司的流程说 超过五万美金的订单 是不能那么做的 结果你又要告诉客户 对不起 我公司说这样的方法不行 你想一下客户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对你是不是会产生不满呢 这个东西一定要搞清楚 第四个是要明确理想目标客户的画像 然后研究他们目前的需求和痛点 以及你的产品或者方案 如何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 这里主要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是行业 有的产品可以被运用到很多的行业 比如你是做包装的 那很多行业都需要包装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把分类的列出来 你可以去分析一下 你公司以前的老客户 你同行的客户 或者是从海关数据里面去看 哪些客户在采购你的产品 把它们分类 分成不同类别 然后去挖掘更多同类型的客户 第二个就是在行业供应链中所处的位置 我们知道一个产品 从原材料到最终的消费者手中 是要经过原材料供应商 生产商 分销商或者是进口商 然后零售商 最终才到消费者手中 在整个供应链条里面 不同的环节的客户的购买特征 决策流程 关注的点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业务模式很不一样 第三个就是地点 处于哪个国家或地区 他们语言是什么 他们有什么政策 第四个就是职能和职位 你想要联系的人 在这个公司里面 担任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第五个就是 他们经常的购买决策流程 和购买习惯是什么样的 第六个就是 如何用英文 或者说准确的当地的语言 来描述他们这些特征 他们用哪些关键词 比如说我们叫鼠标 台湾人叫做滑鼠 连叫跑都不一样 如果你用不准确的去搜 肯定搜不到准确的客户 对吧 最后一个准备 就是准备好销售工具 准备好销售工具 包括比如说报告单 PI的模板 公司介绍PPT 产品目录 常见问题的和应对的话术 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 开发性的模板 自己可以到ECL 或者Google系列里面 去做一个简易的CRM的系统 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来跟踪自己的销售过程 以上的这些准备工作 主要看你的学习能力 和用心的程度 以及你所在的公司的培训 和学习的氛围 快的话可能三个月 慢的话可能需要一年 但是只要你不心急 打好基础 你肯定可以走得更远 要相信试金子一定会发光 说完了以上这几点 准备工作之后呢 我们来聊一下 目前外贸开发客户的 主流的十大途径 大家注意我说的是主流 因为还有一些黑科技 或者是一些 旁门左道的小方法 在这里我就不讲了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我这十个方法 已经覆盖到了99%的人 和公司目前在用的方法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是展会 展会可以分为 国内的展会和国外的展会 也可以分为专业的展会 和综合性的展会 比如说广交会 就是在国内举行的 综合性展会 参长的行业非常多 国内外的参长商 和官长商都有 当然去年广交会 因为疫情是在线上举行的 再比如说世界上最大影响 最为广泛的 消费类电子科技类展会 CES 也就是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每年都会在美国举行 那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 比较大的专业的展会 比如说化工 通信服装机械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 看哪些展会是比较大的 比较知名的 比较有影响力的 然后规划自己的参长的计划 也不是说所有的展会 都是值得你去的 主要还是看你的客户群体 他们是否会出现在这个展会上 展会的好处就是 可以面对面的和客户进行沟通 而且如果展会是在国内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邀请客户来看你的工厂 在国外的话 你也可以去当地进行市场调研 然后顺带的去拜访客户 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感 但是展会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 因为参长的费用 展品 样品 人员的衣食住行 都是非常高的 如果没有开发到大的客户 投资回报率会很低 当然如果你没有去参长 怎么去开发客户呢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以往的展会的那些参长名录 有很多展会 他会把这些参长商的名录 会放到官网上面去 那你可以去下载 然后去联系里面的一些客户 第二个是国内外的综合性的 和专业性的B2B平台 比如说目前用到最多的就是 阿里巴巴 还有 Made in China 还有环球资源 当然还有一些国外的 当地的B2B的平台 或者是Yellow Page 或者是B2B Directory网站 大家可以到Google里面 去搜索一下 比如说Top B2B Marketplace 或者 Directory 或者是Yellow Page 然后再加上你的行业词 比如说你做机器的话 你可以去搜 Machinery B2B Websites 诸如此类的词去发掘 更多的这样的网站 然后你可以用 Simular Web这样的插件 去看一下它的流量怎么样 以及它的访客来源是哪些国家 如果说很多是中国的 然后国外的非常少 那你也没必要去做对吧 B2B平台的一个好处就是自大流量 因为他们在海外大量的投放广告 别人在搜索引擎上面 去搜索一个词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网站排在前面 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 所以也积累了很多的海外的买家的资料和信息 还有一个信任感 但是问题很明显 就是费用很高 当然竞争也非常激烈 因为你的同行也在上面 比价格的话非常的简单 有时候一个买家 他可能有一个询盘 他可以同时发给上百个这样的卖家 所以如果你不投一些站内的广告 或者说一些付费的工具的话 你只付一个基本费用的话 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询盘 所以投资回报率会非常低 第三个就是通过搜索引擎去搜索 然后寻找潜在客户的邮箱 然后通过开发信 或者是打电话去跟客户沟通 这种方法的资金成本会比较低 但是实践成本非常高 因为搜索是非常耗时的 对于你的搜索技能 语言水平 邮箱挖掘等工具的使用 要求都比较高 而且同时 你的邮件水平的要求也比较高 你想一下 你能搜索到的客户 别人你的同行也有可能搜索到 对吧 可能这个搜索人已经被很多 你的同行已经骚扰过很多遍了 人家每天都收到这么多的会消信 你想一下成功的几率能有多高呢 所以如果你要采用这种方法的话 我建议首先你的公司一定是有点实力的 然后你的产品最好是比较先奇 比较特殊 或者是你的公司有点名气 第二个是 你一定要明确你的理想的目标 客户的客户画像 和你使用的关键词 能否准确的定位到他们 这样的话 你可以大到提高你的搜索的准确率 进而提高你的成效率 第三个最好是借助一些付费的工具 比如说寻找邮箱的工具 像Hunter的Io Rockreach Uplead等等这样的工具 可以大大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毕竟对于销售来讲的话 时间真的是最宝贵的资源 如果你埋头搜索一整天 也就搜索了个三五个邮箱 那你很难做出来业绩对吧 如果别人购买了一些工具 效率可以很高 是你的几倍 那你就竞争不过人家 然后的话最好你的公司 你的个人有linked page 然后官网也可以做的比较正规 信息也比较足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客户 对你的信任感 从而增加你的转换率 第四个是吧 通过自己建独立网站 然后通过投放Google广告 或者是BIN广告 或者是其他的区域性的 搜索引擎的广告 当客户搜索了你的 产品相关的关键词的时候 你的广告就会出现 然后把这些客户 延挡到你的官网上面去 然后再进行成交 当然很多人一听到广告 就觉得非常的烧钱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学过一点 数字广告投放的技巧的话 你就知道 其实广告的投放的 绝对金额并不重要 主要的是要看你的 这个投放的投资回报率 对吧 比如说你投放一万块钱 你固定的能够拿到 一万一千块钱的收入 那你相当于有 固定的一千块钱利润 所以你可以继续投下去 对吧 投一百万也无所谓 第五个是通过 建设自己的网站之后呢 然后通过SEO 社交媒体的平台 还有内容营销 比如说YouTube视频 和网站上面的文章等等 来获取更高的一个搜索的排名 然后获取大量的免费流量 上面一点说的是 建好网站之后 然后再去投广告 然后通过广告的方式来吸引流量 然后再转化悬盘 那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方式 就是不投放广告 这通过做SEO 搜索引擎营销 和内容营销 还有社交媒体这些方法 获取免费流量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因为国外的买家 对于搜索引擎的依赖 是非常强的 如果你的网站 总能排在搜索引擎的第一页 那就非常厉害了 当然这种虽然说是免费的 但其实并不是免费的 因为比如说你策划内容 生产内容 做内容分发 其实都需要钱和人的 而且也对人力的 这个能力的要求也非常高 因为只有你懂得 怎么样去做好的内容 有针对性的内容 才能够真正的吸引到 你的目标买家群体 第六点的话就是Linking 你可能会说 你怎么把Linking单独的列出来 你刚刚不是提到了 社交媒体吗 没错 它确实是属于社交媒体 但是它和Facebook Instagram TikTok Pinterest 这些又非常不同 可以说它是最适合 用来做B2B业务开发的 社交平台了 Linking目前是世界上 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 全球有6亿多的用户在上面 而且在欧美国家的用户非常多 用户的质量也非常高 比如有很多公司里面的板领 高管 CEO 行业专家 大学教授等等 大家都是实面子的 而且有公司的信息 职位的信息 教育信息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进行 客户的搜索 客户的分析 内容营销 去打造你的个人品牌 和社交资产 去结交行业里面的人脉 然后来进行 转化和成交 当然Linking也提供了付费的版本 里面有强大的 Sales Navigator 可以进行精确的搜索 第七个是购买海关数据 或者是其他的 商业数据库 比如说邓白市 比如说Zoom Info 等等 然后去上面挖掘客户 然后通过邮箱 或者打电话 或者是通学软件 去和客户接触 海关数据的通常来讲的话 价格会比较贵 可能会有2万到6万之间 卖海关数据的商家 也特别的多 海关数据通常都是真实的进出口数据 上面有详细的买家 卖家 商品的数量 品名 等等信息 甚至还有一些 船公司的提单的数据 所以对于你分析客户的 购买行为特征 发现客户的类型 监控同行 和监控你现在的客户 都是非常有帮助 当然大家注意的是 有很多国家 是不会公开海关数据的 所以你查不到 像欧洲的许多国家 就是不会公开的 所以你要练一下办法 什么样的办法呢 我以后面的视频 我也会提到 第八个就是海外地推 所谓地推 就是直接跑到国外的 你的目标市场里面去 去各种批发市场 零售商店 商场里面去做调研 去办法客户 然后成交 这种比较有利于 获取海外第一手的市场信息 也可以面对面的 去跟客户谈生意 但是对个人的外语水平 以及海外适应的生存能力 有要求 一定要做好准备 和确保安全采取 可能有的人会说 这种产品会比较高吧 愿意跑几十个国家 待个时间二十天 然后国外的生活成本 也很高 机票也很贵 其实成本控制来说的话 如果你懂 怎么样去控制的话 还是可以降到很低的 三百块钱人民币 也可以在美国去住一晚 或者到欧洲去住一晚 跟国内的价格可能差不多 主要是看你 怎么去节省 对吧 怎么样去找方法和途径 第九个就是 人脉转介绍 比如说老客户转介绍 或者是工厂 或者是货带 转介绍一些客户给你 这里的话 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就是 和各种环境的人保持好良好的关系 做生意 多个朋友多条路子 有时候不要那么小气 有钱大家一起赚 做人大方一点 积累好自己的人脉 梳立好自己的口碑 说不定哪一天 别人就会给你介绍 很多的机会 或者是资源 第十个就是 行业的技术研讨会 或者是海外的行业协会 他们举行了一些 现下的一些活动 这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聊一下 视频的最后一个大的部分 就是如何提高 开发效率 第一个tips就是 每天去制定 to do list 做销售 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 时间管理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明确 每一天 每个月的目标 每一天 把事情 按照这个重要性排序 然后每天去复盘 自己的产出 跟自己的目标 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去改善 第二个就是 这么多的方法 我们一定要多种方法结合 而不是只用某一种方法 因为那样的话 你的命中率就会比较低 对吧 但是也不要人缘一云 说用很多种方法去试 我建议大家是 不要超过四种方法 因为如果你用太多种方法的话 你可能你的资源跟不上 你的人力跟不上 你可能也不熟练 掌握那些方法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聚焦一下 自己的资源和精力会比较好 两到三个途径已经足够了 第三个是一些付费的工具 和一些数据 我觉得应该付费就付费 不要舍不得花钱 因为实践成本有时候 也会比你花的钱的成本还要高 如果你每天埋头搜索 可能就收个十个或者二十个客户 但是你的竞争对手 人家购买了一些工具 或者一些数据 每天可以发一百个邮箱出去 那你想一下 你怎么跟别人去竞争 对吧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大家可以多多点赞 然后转发分享 谢谢 拜拜